現在是早上5點50 我在等第一班公車要前往機場 再從機場搭免費的Château Bus去港口 今天要去小島 雖然這邊是熱帶國家 但是因為南半球的冬天 我早上起來還是要穿一件外套 因為昨天大家喝了Cava所以蠻累的 Cava,對嗎? 對,Cava 在斐季的這幾天天空都美的冒泡啊 來回船票300塊Fiji Dollar 大概是4500塊台幣 貴到翻啊 好啦,買了一點餅乾 然後現在要準備搭船了 我要往那個Nacuria 今天跟明天兩天的住宿就在Homestay 掰掰 搭船囉 要到啦 接搏船慢慢靠近 準備把我接往小島囉 好可愛 我是Ben 我是Sherry Sherry, nice to meet you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到了 到了 我們到Homestay了 一個晚上50塊Fiji Dollar 包含三餐喔 我敢保證 這是最划算的組合 好舒服喔 好舒服喔 真的太舒服了 其實斐季人真的非常的熱情 他們超nice Bula 他們看到你的第一句話就是 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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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a就是 Hello的意思 英好的意思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會常聽到的名詞叫做 Fiji Time 就是一個大略的時間 那我這兩天就是待在這個Homestay 這個小村莊大概有90多人 進到傳統的Fiji家庭 你不能戴帽子 這是對他們的一種尊重 睡了一個下午以後 現在要去Hiking 要爬到上面的山 準備要看日落 這個活動呢 要價20塊Fiji B 就後面那個山頭 聽說上面的風景非常好喔 OK Let's go 阿 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半的時間呢 我總算是到達了Wakilala的最高峰 看一下看一下 那個是Kuada島 那這邊就是Wakilala 好累喔 整件Benz Adventure都失掉了 但是這個景色 雖然今天沒有氣氧 但是這個景色還是很OK的 然後我們現在要慢慢的走下去囉 又是一個long way back 這個山有點陡啊 都不知道怎麼爬上來的 然後要一邊Vlog 當Youtuber真是不容易 啊 玩到平地的感覺真好 喔對了 有件很重要的事一定要說 來這邊這個島是沒有網路的 第二天一大早準備跟Riff Shark游泳囉 這個活動70VG Dollars 包含挖鞋還有面鏡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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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你以為就這麼近嗎? 等等 就是這個瞬間 我被鯊魚攻擊了 我要被攻擊就算了 他還瞪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們已經回到住的地方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鯊魚咬過 應該沒有人被鯊魚咬過吧 來 讓你們看一下 熔熔被鯊魚咬的痕跡 有沒有看到? 紅紅那個 那個就是被鯊魚咬的痕跡 痾那個 我沒看到傷口欸 就是那個 做夢都沒有想到 我在斐季被鯊魚咬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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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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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讯在资讯栏里 别忘了按小铃当家分享哦